大家好,歡迎收看聰明哥生活,帶您生活聰明哥,我是邱子玲 新宇航空引進A321,NIO載體客機友也在首次最近亮相了 可是吸引不少航空迷關注,未來可能也會創造不錯的業績 那除了飛機之外,這幾年也很流行搭郵輪出去玩 為了跟飛機尬航線,郵輪會限定航次走秘境路線 果真也吸引不少喜歡搭郵輪的民眾 那提到旅行,其實市場是真的非常大 電信業者也瞄準了旅遊商機,推資費綁約 就送東京或者首爾的來回機票 但是真的有這麼好康嗎?精彩內容,請鎖定聰明哥生活 好的,先帶你來看一下,剛剛提到國內第一架A321 NIO客機是由信友航空董事長張國偉親自駕駛飛回台灣 吸引不少航空迷早早卡位,搶拍新飛機 包括尾翼的北極星,肌腹的超大LOGO,還有哪些比牌亮點呢? 帶你一起來看 還有SUV這幾年成為趨勢,各大車廠都搶著要研發 就有外媒針對市售的SUV進行舒適度的評比,公布了前十名 其中有四款在台灣也能看得到喔 電信業的業績強得很兇,之前寄出榜約就送家電或者是朝省禮券喔 那如今呢,有業者打出榜約699吃到飽的方案 直接送東京或者是首爾的來回機票,馬上就吸引民眾注意 但是專家提醒喔,拿機票不見得比較賺喔 在動口不動手的時代喔,這智慧音箱成了居家家電聯網的核心 包括Google和亞馬遜以及阿里巴巴都在積極搶這塊市場 有科技機構就預估喔,2020智慧音箱全球出貨可以達到1.7億部 很多家長都希望望子成榮,望女成鳳,沒錢置產在明星少區附近喔 現在呢,網路上就出現了出租戶籍 以台北市來說,租金價碼是從2000到3000都有 但是民政局表示喔,如果一個戶籍超過8個人就會訪查 被抓到的話,可是會被開罰3000元起跳呢 那提到包租公最愛的房客類型,從過去的銀行房仲 現在可能變成了健身房了 包括從地下室啊到樓上都可以出租 沒有油煙老鼠的問題 再加上健身房獲利很穩定,租約單純 從北到南這幾年不斷的展店 也成為了房東的新環 除了健身房成為房東的新環之外 還有迪化街有不少的文青商店進駐 也帶動了迪化街轉型 根據迪化街觀光發展協會的統計喔 自愛來迪化街的日本觀光客 就較前幾年來說 成長了兩到三倍喔 加上政府新南向政策 也成功了吸引不少東南亞的旅客 來自動販賣機現在連雞蛋糕都可以賣 只要投幣,三分鐘就有現烤的雞蛋糕可以吃 從人力翻面來看,因為全程自動化 一個人可以雇六台機器 比起傳統式的烤雞蛋糕節省掉不少人士成本 不過這個口味會比較單一 傳統的雞蛋糕可以客製化 還可以加入不同餡料 提到吃喔,牛肉依照部位分等級來做不同的料理 現在油脂也不能浪費喔 能煮菜也可以拌麵拌飯 市面上有人買單喔 但是費用不便宜喔 一公斤要價五百多塊錢 也有餐廳業者不惜重本拿牛油來做和牛乳肉飯 一天可以賣出三百碗耶 新鮮喜討論的還有日式美食喔 你覺得哪些吃的不習慣呢? 許多人說是章魚燒 認為台式口味比較酥脆 日式則是比較濕軟 另外喔,炒麵麵包還有醬油糰子以及蕎麥麵 都被網友點迷說 有可能吃了會換麵 想到一個地方觀光 但是人生地不熟 又不想跟旅行社按表抄課 這時你還可以有這樣的選擇 歡迎光臨 注意頭 謝謝